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曾经是这样 低技术 廉价 工人任劳任怨 可是随着中国制造行业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 工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制造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也更大 因此服装商开始向柬埔寨等国家转移 那些国家的工人挣的钱 还不到中国同行最低工资的一半 柬埔寨最大贸易工会的负责人 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工人的工资应该和市场价格同等 所以如果你说你不能提高工资 那就让不能盈利的工厂关门 可是如果你盈利 你就要和工人分享 因为是他们为你创造的利润 他要求把目前的最低工资 从每个月61美元提高一倍到120美元 服装工业是柬埔寨最大的出口行业 去年出口额达到45亿美元 从事服装生产的工有36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 去年柬埔寨工人在国际劳动节期间 举行集会要求增加工资 一些工会威胁说 如果不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个月150美元 他们就要举行总罢工 服装行业说 太多太早的提高工资会适于愿违 工作会给更廉价的劳力抢去 服装产业协会负责人说 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0美元 太荒唐 比如我们同意提高多少钱 我们同意后 一定比例的工厂会倒闭 比如20% 谁来负责 谁来负责为这些人找新工作 不是我 谁来负责 可是东盟其他国家的最低工资在上涨 越南已经提高到每月超过100美元 柬埔寨工人正在前往泰国找工作 内里的工资高出将近三倍 柬埔寨劳资双方计划在2月底举行谈判 柬埔寨服装工人的工资会提高 可是将仍然是东南亚工人中最低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导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导